這名少年披著毛巾坐在醫院內 身體還在微微顫抖 不僅覺得很冷 似乎也受到了不小的驚嚇 警銷人員趕緊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但更令他難過的是 這晚上他失去了最親愛的家人 原來他和他的奶奶 在新北市淡水海關碼頭附近的河岸散步時 竟不慎跌落水中 少年雖然僅受到輕傷 但他57歲的祖母被救上岸時 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祖孫兩人原本在岸上聊天 沒有任何異狀 但突然間有其他路人 聽到他們大喊救命 走近一看 祖孫兩人竟然都已經落水 趕緊通報警銷人員處理 當時他們倆在水中載服載塵 雖然兩人迅速被送醫救治 但他57歲的祖母經過強救之後 仍舊傷重不治 警方初步研判 可能是因為祖孫兩在散步時不慎失足 從40公分高的台階跌落水裡 才會釀成悲劇 不過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